欢迎收看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慧玲 洛杉矶选民大多数都感受到了污染 以及气候暖化的威胁 一项民调显示 洛杉矶人支持采取行动 对抗全球暖化以及空气污染 其中包括了少用现用天然气石油等化石燃料的具体政策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干燥缺水的日子难熬 酷热的天数变多 野火蔓延空气常常陷入雾霾之中 这些都是许多洛杉矶人切身感受到的环保与气候暖化问题 根据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政府研究院进行的民调 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洛杉矶县选民 认为当前的酷热天气和空污对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空污和高温有连带关系 都与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有关 这项民调显示 身为全美第二大都会区的洛杉矶 选民支持对空污以及全球暖化采取行动 83%选民认为 因扩建捷运减少私家车使用 60%认为 应该要把更多车道改为景限公车通行 而且有过半数受访选民认为 洛杉矶市议会应立法禁止 再新装设烧瓦斯的取暖设备或者瓦斯炉 而在全加州的政策来说 纳约有三分之二洛杉矶选民 支持在容易发生野火的地区 限建民宅 其中民主党选民支持限建的比例 高达77% 反对比率仅有14% 而就算是共和党选民 也有44%支持限建 高过反对者的38%比率 让住宅区避开野火 减少消防单位的负荷 似乎是两党一致的共识 不过 气候与环保 并非这次洛杉矶市长选举的最受关切议题 压倒性的61%选民认为 是否最优先要处理的是游民问题 仅有10%认为气候问题排优先 中天中旺 中立报道